午餐時間到了 這一盤盤美食 看起來色香味俱全 真是讓人食指大動 其實 這是房間最流行的低碳飲食 這是一種以減少碳排放量為主要目的的飲食方法 主要以 挑當季 多蔬果 少加工 選在地 吃適量 選多樣 這六大概念來選擇食材 可以的話就是台灣的在地 然後盡量游擊就游擊 然後不然就友善的 就是無毒農藥 如果民眾在家 也想自己做低碳料理 只要在超市的深陷區中 找到應有農產品履歷的商品 掃描包裝上的QR Code 就能從農產品履歷中查看產地 生產紀錄 以及包裝日期等 再依照低碳飲食的六大指標來選擇 此外 挑選應有碳足跡標籤的商品 可以從標籤上的數字 瞭解商品從生產 包裝到回收處理 整個生命週期中 所產生的碳飄放量 我不清楚你剛剛講的那個標籤 所以我 以前是不會注意的 會 就覺得 比較乾淨啊 比較衛生 從日常飲食下手 透過低碳飲食法 除了健康以外 在環保上 也能更盡一份心力 記者王婉瑜 蔡渝倫 採訪報導